我们看这一题 象棋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游戏 那它的棋子总共32个 分为红跟黑两方 其中有7种兵种 那其中一种兵种 马走日志 若马摆在棋盘中央 便有8个日志可供选择 可谓八面玲珑 不过有拐马脚的一个特殊的限制 若有棋子与马相邻规定 马无法越过该棋子走日志 若棋子上每个方格的宽度 长度 结为一单位 则第九题 途中马可行走法 可用下列哪个向量表示 那按照拐马脚的限制 所以马不可能在这里 那我们首先先把马设成原点 然后呢 马就不能走到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那么就剩下四个方向可以走 OK 好 那我们这方向呢 第一个 我们的21打勾 我们的1-2打勾 -12不行 -21不行 22没有这个 好 所以我们这题答案12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一题 它说 乘上题这些向量的长度 那你就把1-2挂上绝对值 好 1-2挂上绝对值 它们的长度都叫做根号5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